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都应该知道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一个人 under very much stress 的时候 他最大的这个剑筋是什么呢? 如果他是很紧要 stress 他最大的剑筋是什么呢? 很多人很紧要 stress 有时都要来找找我的 他们通常怎么办呢? 第一个是他们说 医生我心跳很快 心跳薄薄跳快 呼吸很辛苦 好像常常接不到客气那样 呼吸好像有东西顶着 一些人说 飙冷寒 飙冷寒很普通 还有 手震 Extreme stress 的病人 会有这样的症状出来 当然 如果要明白 Extreme stress 的话 我们是说的 我们要确定你不是有大点问题 就是确定你不是有心脏病 除了有大点问题 我们可以说Extreme stress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医生很少第一个人说Extreme stress 因为我们不可以失去任何事 如果有心脏病的话 如果我们失去任何事 如果我们失去任何事 就对病人很不公平 第一个你是说心跳很快 心跳很快 对 OK 手臂 手会麻痹 不要有些人会麻痹 对 手会麻痹 一些人会手臂 一定会手会麻痹 手臣 手麻痹 背脊 麻痹 都会有可能的 很多 我们叫做 physical symptoms 不是说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症状 大多数的症状 是很普遍的 是这几个普遍的症状 也可以 是的 是的 优伍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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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